大大的标题 33000张照片找不回来了 美国专栏女作家 从校园时代到现在的珍贵记忆 全都丢了 她说当天手机电力只剩3% 还放音乐玩自拍 充电器叉叉拔拔 低电量不超过5% 她依旧继续自拍 后来手机就跳出了这样的视窗 手机出现这样的图案 并不是要您连线 而是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强制回复的模式 3C达人说 低电量的状况底下 手机电压不稳 系统跟程式很容易就跑不顺 就类似电脑当机 出现顺断的状态 系统重开就跳出还原模式 低电量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 不管是充电 或者是操作软体的话 它就会造成电池顺断 那顺断的话 就会像我们电脑一样突然 关机 然后资料会通通都不见 其实跳出复原视窗也别太紧张 还有机会就回档案的 你可以先试着按更新 让系统重新乱过一次 把你的那个系统 就是重整一次 看能不能变成正常 然后开机之后 你资料可能就都回来了 那如果说你更新之后 手机还是进入到还原模式 代表你系统已经整个挂掉了 那你就只能按回复 但明明都插上充电 还离不开手机 很多人都忽略了 自拍或帮别人拍 玩game 打游戏 追剧看影片 或者是传输档案 手机是高耗电又高热 低电量状况下 很伤手机的 但知道跟做到 两码子是 例如朋友叫我传输一些东西 对啊 必须现在传的话 我还是会传给他 虽然他电量再低 达人提醒 边充电边用手机 能免则免 电量不到20%就得充了 高耗电的程式操作 还是充满了再来 而充电线也最好用原厂的 尽量一次充到满 尤其手机使用超过一年 电池逐渐老化 更得要注意 毕竟有稳定的电压电量 让手机系统跑得顺 才能降低 丢了宝贵照片跟档案的风险 记者蔡小刚 郁德 台中报导